你知道在中国古代历史中 哪位名记最出名吗 我该肯定很多人会说是 女中豪杰梁洪玉 又或者是爱国人士柳如是 但是我想说 他们都不是最出名的 甚至梁洪玉也只能垫底 为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已经断气了 好 恭喜太子出去了这个眼中钉 我们不是要把他的头带回去吗 原本我是这么打算的 但他身负重伤 还能站至最后一刻 是个难得的女中豪杰 虽然败在我的手下 但这样的勇气 就算是男人也未必能击 不如换他一个全尸吧 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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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若是品性不佳 恐惠殃及百姓 毕竟古人所言 英雄难过 美人观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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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